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单字叫neglet Neglet 这个是我们三年一定会背到的单字 neglet 这个词是忽略 加上ed 变成分词 分词形容词叫做被忽略的 the long neglected 翻译成长期被忽略的 the long neglected 这个长期被忽略的房子 所以这个长期被忽略就常年疏于管理 都没有人在管他的房子 他as now 现在正在being carefully 他现在正在被being 正在被carefully 小心谨慎的restored 正在被restored 再重新整修 重新的被装修 所以他现在正在被装修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b动词 加上ing 加上ed 这是什么时态 他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被动 现在进行式的被动 翻译成他现在正在被怎么样 所以这个neglected house 这个被忽略的房子 现在正在being restored 被restored 被重新的装修 重新的整修当中 而且装修完之后呢 will他的未来将会be put 将会被放置 放置在up被登上出去 会被登出 叫做be put up 他会被推出 叫做will be put up 所以他将会被推出去 will be put up 会被推出来for sale 做打 会来做for sale 做求售 for sale 做拍卖使用 好 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be put up for sale 这个be put up for sale 他将会被登出来for 为了要去得到销售 他为了做销售而去做整修的动作 好 be put up for be put up for 被登上去为了去做销售的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下一个24这个单字 这个字叫做structure structure 这个字你们觉得一点都不陌生 没有错 我们学过它 而且我们学过它的字根叫做struct struct 这个strut这个字就是build build的字根 strut这个字就是build 叫做建造打造 ure结尾是名词 所以是一个打造的名词 是一个打造的建造的工程 所以大型建筑物大型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建造出来的东西 ure可以当名词 所以structure就是大型的建筑物 大型的结构 构造 它有结构构造的意思叫structure 好 课本例句 the new work of that famous architect it's a 40-story steel structure 好 the new work 我们翻译成新作品 这里的work是作品的意思 所以新出来的作品叫做the new work the new work of the famous architect architect叫做建筑师 这一位famous 这位有名的建筑师 他的最新作品 作品是主词 所以动词用单数 the new work of that famous architect 那个建筑师 他现在最新的作品是一个faulty story 是一个40层楼的steel structure 钢骨结构 steel是钢铁 steel是钢铁 structure叫做结构建筑 所以这个钢铁的steel structure 这个钢铁结构建筑的 它是一个faulty story 它是40层楼的东西 是他的new work 他的新作品 好 那这个句当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学到就是几层楼 这个层楼 一层一层的 除了用这个字 story这个字啊 story story 这个字可以当作故事 对不对 可是这边呢 当作名词是一层一层的意思 那40层 我们就会说faulty story faulty story 那留意这个steel 这是钢铁的意思